就刚刚唐唐跟秉仁在聊天的时候 他们说你前面有三个门 你打开一个 发现就第一个已经挺好了 你会不会继续打开后两个 我应该也会看一下 我觉得后面两扇门我也会开 就是你买东西 你都会要选择货笔三家 爱情这个东西很有可能 关乎到你下半身的幸福 你为什么不看一看 要比较 雪雪你会吗 如果我觉得够好 我是不会开后面两扇门的 我取决于开完之后有没有走进去 如果走进去了 我一旦觉得不好 我一定会出来把它锁上 再也不会回来了 然后我才会往下开 爱情里的门 就像雪姐说是开不完的 它不是说只有这三扇 你开完了你再比 它有几千扇几万扇 而且你三扇门打开之后 你不是略过一扇之后 这扇门永远为你开着的 对 它不是说你开完三扇之后 你再回头来学 因为吧 我也是觉得恋爱不是谈生意 因为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很多把这个当成了一种筹码 就是可以量化 我们失去了恋爱它最本身的东西 那就是我对你的感觉 和你对我的感觉 互相能够在一起 是一个很美的东西 嗯